这个铃声你会非常熟悉 当你听到这个铃声时会非常害怕 可能惊慌失措也可能惊恐不安 并会快速跑到安全的地方躲避 可是消防队员听到这个声音时 不管他们是在吃饭 打球 不操还是训练 都会第一时间冲到消防服前面换好 他们要争分夺秒的开着消防车去救人 秦潇贤去做消防员 大家都会好奇他的体能 秦潇贤化身新消防员与素人消防员同吃同住 并接受高强度训练 由于第一次接受消防训练 新消防员们的表现并不尽如人意 张天水教官花了不少心思 在手和裤缝之间加扑克牌 用大头针别在衣领等严格的方法 刚开始时秦潇贤对纪律提出异议 张教官告诉他一个不听指挥员口令的人 是不可以做消防员的 你没有认真的态度 我不夸张跟你讲 不要说救人 你最后会让别人来救你 秦潇贤你要记住这句话 经过张教官的解释 他理解背后的含义了 后继的表现更为优异 当秦潇贤和他队友们成为了真正的消防员时 他们一起来看望张天水教官要亲自感谢他 当张教官看到他们整齐的排列在操场上时 又开心又激动 当张教官听到秦潇贤救人了时 开心的笑出了声 张教官说过他们都是普通人 只不过从事消防这样一个充满奉献的职业 让他们有了更多的使命感 秦潇贤带着这份使命感回到了他生活的地方 他的助理红旭想测试一下 他离开消防站后再听到警铃是什么反应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 你听着警铃呢 各位先不说了 我先忙点别的事 看这个就知道秦潇贤没有对他助理使用永春 警铃又响起了 秦潇贤快跑 消防人的生活使他的身体强壮了 继续前进吧 秦潇贤 恭喜卡垫成功 我们下期再见